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话题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并赠送嫦娥五号月球样品 这不仅是两国航太合作的象征 也显示了众议文化交流的深厚基础 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胜选 引发了比特币的价格飙升 创下了77000美元的新高 这让不少投资者感到兴奋 但也伴随着超过9.1万人的爆仓情况 市场波动性依然不容小觑 最后随着特朗普的当选 部分女性发起了4B运动 对男性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表示不满 这一运动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反映出当前美国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关注与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州网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会谈中 赠送了嫦娥5号的月球样品工艺摆件 及科研样品 显示出两国在航天领域的深厚合作 习近平强调 众议关系应以互尊互信 互利共赢为基础 双方应加强在科技环保 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马塔雷拉对此表示感谢 认为这是极具意义的礼物 两国领导人 在文化合作机制大会上 共同呼吁面对全球挑战 应加强战略沟通与团结合作 以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 网易的分析 则聚焦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间的关系 在特朗普胜选后 鲍威尔明确表示 特朗普无权解雇他 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 尽管特朗普有意更换鲍威尔 但后者的任期至2026年 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不会因总统选举 而直接受影响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团队 已经开始为未来的政府人士 安排做准备 尤其是任命关键顾问 以保持团队稳定 最后 网易的另一篇文章 探讨了古典学 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 专家们讨论了古典文明 如何与现代世界相连接 强调重读经典的重要性 中国与希腊的古典传统 在文化观念上 有着深厚的渊源 古典学不仅能够提升个人修养 还能推动国家发展 与国际交流 专家们呼吁 古典学研究 应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打破学科壁垒 以促进人类 共同价值的传承与发展 网易 比特币在创历史新高 价格一度飙升至 7万7千美元 投资者们的热情高涨 推动其在过去7天内 上涨了约10.6% 然而 随着市场波动加剧 爆仓人数也随之激增 数据显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有超过9.1万人爆仓 值得注意的是 贝莱德旗下的比特币 ATF资产规模 在短短10个月内 超越了其黄金 ATF 显示出比特币 在投资市场中的迅猛崛起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明确表示 支持加密货币 强调美国必须在这一领域 保持领先地位 这一政策背景 也为比特币的上涨 提供了动力 星洲网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引发了部分女性的不满 尤其是 针对那些投票 支持他的男性选民 为了表达 对这些男性的抗议 一场名为 四必运动的 运动在美国悄然兴起 倡导女性 不约会 不上床 不结婚 不生育 该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 男性期待 与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 却又不支持女性的基本权利 因此 他们决定采取这种方式 来让男性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后果 此外 特朗普胜选后 美国多州的非裔民众 收到种族主义短信 内容涉及对他们的种族歧视 这一事件 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并展开调查 显示出 社会对种族问题的持续关注 网易 在特朗普的影响下 美股市场也迎来了集体上涨 尤其是特斯拉的市值 重新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CEO马斯克的个人财富 也随之增长 稳居全球首富之位 同时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下跌 显示出市场的波动性 此外 黄金和白银价格 也在持续下滑 反映出投资者 对于风险资产的偏好 这一系列经济现象表明 特朗普的政策和市场情绪 正在深刻影响着 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动态 今日华尔街报道 马斯克如今正参与美国川普政府的敏感事务 尤其是在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在与普京的关系中展现出外交手腕 促进和谈的可能性 同时 马斯克在中美关系中也拥有独特的想象空间 成为两国沟通的桥梁 展现出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 星岛日报指出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的消息 引发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俄罗斯官方媒体 在报道中播放了梅拉尼亚20多年前的裸照 甚至用嘲讽的语气描述这些照片 这样的举动被认为是俄罗斯试图展示对美国的控制力 令美国网民愤怒不已 节目主持人波波夫在播放梅拉尼亚的裸照时 背景音乐竟是特朗普的竞选歌曲 形成鲜明的讽刺效果令人折舌 东方日报则报道了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正在准备一系列行政命令 包括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以及缩小国家保护区面积 以便于石油公司的开采活动 这些行动显示出 特朗普将继续推进其竞选承诺 可能还会结束对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禁令 进一步影响美国的环境政策和能源行业 东方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正在组建新政府 面临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 和阿利托可能退休的局面 这位年轻的保守派法官提供了上位的机会 其中台义法官何俊宇被广泛认为是有潜力的候选人 何俊宇自2018年成为联邦法官以来 已在堕胎宗教与拥枪权等议题发表了多篇意见 显示出他在宪法辩论上的深厚基础 他的背景包括在德州大学法学院任教和担任托马斯的法律助理 未来若能入选将可能在最高法院任职数十年 中央社报道称 川普在选前提到巴黎奥运拳击赛的性别争议 引发了广泛讨论 奥运金牌得主林玉婷对此做出了回应 强调的主办单位已经给出了保证 因此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川普的言论暗指林玉婷和另一名变性拳手 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 林玉婷在今年巴黎奥运会上因性别问题曾遭到质疑 但最终为台湾赢得了首枚奥运拳击金牌 展现了他的实力与韧性 星州网报道 特朗普当选后 华尔街股市随之上涨 许多科技业大咖纷纷对他表示祝贺 然而巴菲特和黄仁勋等富豪选择了沉默 但他们的财富却在选后大幅增长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全球十大富豪的财富总增达640亿美元 巴菲特的财富一夜间增加了75.8亿美元 而黄仁勋的身家更是暴涨830亿美元 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稳定的政策对商业环境至关重要 显示出他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关注与期待 香港电台报道 伊朗外交部对美国指控其密谋 暗杀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说法 进行了强烈否认 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实际上是以色列和伊朗境外反对派的阴谋 意在复杂化美伊关系 美国司法部已对一名阿富汗男子沙克里提出起诉 指控他与暗杀计划有关 沙克里目前被认为在伊朗 起诉书中提到 伊朗革命卫队官员曾指示沙克里 制定监视和刺杀特朗普的计划 但沙克里表示他并不打算按照要求执行 网易报道 特朗普的气候和环境过渡团队 正在考虑将美国环保署总部 签出华盛顿并进行重大改革 这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 特朗普可能会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并迅速结束拜登政府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禁令 此外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将会兑现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 采取一系列与气候和能源相关的行政行动 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参观了湖北孝赶市的博物馆 重点了解云梦出土的秦汉检读展 通过这些检读 习近平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价值 检读不仅记录了历史大事件 也填补了历史中的细节 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归属感与自信 检读展的策划和制作团队 展示了对中华文明的深刻理解和传承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ing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int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bo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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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